此次去相许山 万不可 你真是面目是人哪 燕燕 今年你也该夹击了吧 师父 来 一个大离的女子 在家籍之年 才能够 被长辈赐予真正的名字 从今以后 你的名字 就叫秦川 秦川 对 这个名字很好听 你改头画面以后 不要去点灯 以灵济灯 万劫不复啊 为时 最后再问问你 你 真的想好了 想好了 想好了 秦川 我来迟了 我来迟了 是不是在怨我 怎么不说话 肚子里在骂我 还不说话 我自有办法让你说 好香啊 吸了什么香 我可以闻你吗 我总会 有办法把你找出来 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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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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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见我对你大人 那日相见甚是投缘 今日有人送来这上好的仙局 便想到你们了 你怎么回事 九云大人 我 您可以闻我 你还真是好闻啊 山下财物购买的味花油 我闻钱已经 欣欣贵华 既然如此的话 你闭上眼睛 翠牙晕倒了 快快快快 翠牙 快快 你留下 过来 我一直都听大家说 九云大人特别的好 真是百万不如一见 今天见到九云大人 还没有他们说的一半好呢 但是我呀 欣欣姐妹 还是得去看看她 翠牙 你这腰中荷包 倒是很绵致啊 这 这荷包 又是很绵致啊 崇升了 没有骗我 当然不是骗你 本事乖觉 那 那 二两银子 这个补偿给你 这可是仙橘 橘子这种东西 可是坏得很 表面上圆滚滚金灿灿 其实那一层坏心 橘皮 酸色辛辣 不能入口 兴许里面还包着一团烂肉 如今这只橘子被我剥光了 你说 它是甜 还是酸 我说 网上大人要是怕酸的话 小的倒是愿意为大人试试 我说是甜 你爹 最好是甜 这床给你铺好了 没什么事我就 你先上去 不是 大人 我这个事 我真的没办法跟你开玩笑 我心里是有豆豆哥 你这事,我心里是有豆豆哥 李依国的豆豆哥,是吧 我心里是有豆豆哥 我心里是有豆豆哥 你义国的豆豆哥,是吗 这逗逗哥到底是谁呀 我都比不上他 他哪儿好啊 哪儿 当然哪儿都为你好 也对 他连眼睛都不好 才看上你这么一个 不识好歹的小骗子 不是 我虽然是个丫鬟 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都这个时候了 还谈尊严 俗了 可是得到我的人 得不到我的心 得到你的心干吗 大人我要的就是你的人 那我把心给你 好不好 真的 从今往后 对大人我一心一意 忠贞不二 眼里不会有其他人 那豆豆哥呢 你怎么会有的 豆豆哥出外 女子嘛 果然水性洋花巨多 上一刻 还在应允我忠贞不二 这后一秒 又想着与豆豆哥的海誓山盟 这见过了豆豆哥 果然不同啊 胆子变大了 使唤不了了 什么 就连我让你误个被子都不成 脾气还这么大 算了 我自己来吧 不是 九云大人让我给你暖穿 只是为了让我给你误被子 那你以为呢 这一提起豆豆哥呀 这满脑子不知道 胡思乱酒些什么 莫不是什么不可言说之事啊 哪有什么不可言说之事 我这就给你暖 算了 大人我自己来吧 若是还想赖在这儿 大人我发慈悲 今晚 你就睡着床下的踏上好了 你 小川啊 大人我喜欢忠贞的女子 你伤了大人的心 大人罚你 你明天不许吃饭 不准靠近本大人一仗之内 你还不是一样 只许周官方我 不许白谢你的 наком 你呀 你还不许是 所以你会有很多 你会有很多 我看你 我许你 这样 我许你 我许你 小川 你装借酒消愁 也得装得像一点吧 你看 你这杯里 是给谁留的 还有 还有啊 就这么一宿呗 怎么就是喝不掉呢 附酒云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重伤未愈了 我告诉你啊 我可以陪你在桃源镇休养几日 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 不准用仙术 凡是能用仙术解决的事情 都给我憋着 还有 更不能用仙术戏怒我 听到了没 可以啊 可以啊 反正我现在也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凡人 不过小川 你是否能像以前一样照顾我 谁允许你跟我讲条件的 小川我饿了 我想吃糖醋酥肉了 我不会 我不会 我可都想了好久了 自己坐去吧 罢了 你再也不是我的小侍女了 我的小侍女不见了 我的伤好痛啊 我好饿呀 小川啊 冰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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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上好的冰糖葫芦 冰糖葫芦 以前在仙山清修以露为食 还以为这世间啊 只有清泉和花香 后来常来人间才发现 这世间还有烟火器 药店熬药的苦丝 还有这蒸笼里透出来的面积 但当他们混杂在一起的时候 我又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小川 你知道是什么味道吗 红尘的滋味 红尘 当了这么多年的神仙 也没有好好游览过人间吧 买了这么多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倒下一个人间的游客 你不也是一样吗 我 我明白了 看来你说这意思 是你看不上我给你买的东西 那么还请秦川公主 带着我这个山里面 好好找找见识 走吧 那人间样王恨不能当场昏厥呀 他对仙子说 你我举案齐没了三年 如今骨肉在毁 谁知道 你竟然是天上的仙子 仙子说 仙凡不能相恋 孩子一旦孤孤坠地 就会引来众神之怒 人间将干旱十年 红烙十年 你这可怎么办呀 如今之计 我只有先上天 祈求祖母不降罪于你 你一定在凡间等我 千万不能宣号 那样王肯定不等他了呀 你们实现台内来都这样 这位可可 您再猜猜 不知道啊 要不你试试 这边 还帮你拿了一个 谢阳 您还别说 这样王还真就等了他 你会等一个人这么久吗 这九年里 若是真心 就算等上千年 也不过是虚拟 他站在南天门前受天类 说得像你等过似的 那万钧雷霆 黑得像黑色的厉鬼 紫的像深渊里的龙 从九万里的高空抽下来 每一条都像一把利剑 深深地刺进仙子的肌肤里 和骨头里 他眼见着自己的骨肉 从肚子里被雷抽出来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告诉燕王 你受了这些苦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爱一个人 是不会起向他迟的 非要他好 每当他经守不住之急 都会不断地回忆 但你呢 与壬王的恩爱围席 如此 我也不会 返复万千年 为什么 授完天子 竹母心疼仙子 便同意了仙子的哀情 仙子一回到人间 便找到了 양王 此时的燕王 因为思念量免败 不免败 此证是 金丰玉露异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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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子隐瞒了授法之事 告诉样王 忘却人间苦 跟他上天 在天上做一对神仙眷 从此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们 我觉得 样王不会跟他走 可是没想到 这样王居然不同意 是为什么呀 诸位 诸位 你为什么会决定 样王不会跟仙子走 听故事的人 当然是希望结局美好 但是他们不曾想过 样王是天下的王 若是样王真的走了 就民不聊生 百姓疾苦 他怎么可能置之不理啊 可你又曾想过 这天下百姓不缺明君 可是仙子却只有样王一个人 为了这千万人而舍弃那一个人 这样就对那一个人公平吗 那就算这样王真的上天了 他就可以安稳过日 过上眷旅神仙吗 样王就算上天了 他心里有个结案 天上再美好 对他来说也像地狱一样 若我是样王 我宁愿背负一辈子的愧疚 我也会留在人间的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就只有你这样的人 身上太有悲剧 别逃脱了 你这哥们软母 坐下 乖 天上 五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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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让我来 这人来 你伤没事了吧 没事了 那我们出去吧 再等一会儿 在这儿 干嘛呀 不干嘛呀 不是 你这心跳怎么这么快 神仙没有心跳 那是你的 诚儿 饿了 又饿了 我们这儿都走了大半天了 这还有几个时辰 天都快黑了 要不然我们换一条路走 或者我把猫猫叫出来骑啊 别 你那猫猫太凶了 根本不会让我骑 再说了 这景色这么好 多适合走路啊 那还得走多久啊 也快了 渡过这条河 翻过那座山就到了 灵灯怎么在这么奇怪的地方 你找到了自己问它吧 灯灯 怎么了 你千万别动 你别动 你别动 怎么了 我小心 别动 别动 怎么了 刚刚有只大猫虫 哪儿了 弄掉了吗 要不你自己看看 弄 臭丫头 又调皮了 我看你是不累了 又调皮 你给我站住 让你调皮 你给我过来 小川 等等我 马上就要到山顶了 明天下山的路就轻松多了 慢一点 别再摔着了 这里 是我最初清修的地方 至少 百年间 百年间就我一个人 那时都我 神识混沌 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更不知道 什么是孤独 什么是悲喜 看着日月的更迭 看着这些星辰 在一瞬间 悄无声息的雨落 那会儿我才发现 这世上再伟大的事物 都有一天会蜜花 那 你是什么时候 才开始感受到孤独的呢 听话的时候 师父的话 似乎是对人间的窥探 我在这画里 看过不少人 从他们身上 也学会了嬉笑怒骂 那会儿我才发现 生命的意义 神仙是不是都喜欢 这万丈高高在上的滋味啊 动动手指就能改变了 我们凡人的命运 还洋洋得意的 先凡相可 命运各有定数 纵使我有千百般能耐 亦无法越界 那 那 你有没有哪一次 就一次 特别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有 有 这打打杀杀的人间 每日都在上演 有什么好看 昨日的人间 我见到 这个女子 一千年 我找了她一千年 你救她 那就是腻了天道 必造天前 放心吧 王秋省不了 随便看看 有 真的有啊 什么样的人啊 是一个 很普通的人 普通到这一辈子的运输 都烂得不可思议 你还真是挺无聊的 竟然看这么多人 最初 我觉得她像是落水的蚂蚁 挣扎得有趣 可是后来 又忍无助想去看她 或是认输放弃 你刚刚不是问我 什么时候感觉到孤独啊 你刚刚不是问我 你还真是挺无聊的 挣扎得有趣 可是后来 又忍无助想去看她 我看着这个凡人 他不知道自己这一生 所面临的悲苦 只是昂着头 和命运绝强 那时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 可我倒觉得 这个凡人 他并不觉得自己孤独 你是神仙 可以一览山小 但你根本不在乎 这个凡人 他所经历的一切 你错了 正因为我可以纵览全局 所以我知道 所有的一切 最终都会归于虚无 与其抗争 不如享受当下的幸福 而现在 不在乎当下的人 我会追随你 知道几世里几世 看看风华四季和异的样子 伴你路几迟 但却离世 哪怕追天涯之迟 从一相遇一开始 提起的每个字 都是只手里的样子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小川 你是一个平凡人 我带你游山玩水 广街游池 只不过是想让你拥有 平凡人的性命 我想让你享福 平凡人的性命 都想一生死 人有光阴白发丝 却永远深连离之 什么平凡 我是大骊国的帝女 再说你老说平凡平凡的 你一个神仙 你管我幸不幸福干吗 要不然你就是太闲 要不然你就 你就是喜欢上我了 本大人才不会喜欢你呢 我 我 我是爱上你了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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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